今年是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9週年 7月7日傍晚 美國等多地民主人士 在洛杉磯舉行踢光頭活動 聲援中國維權律師及家屬 並抗議中共暴政 呼籲保障人權 海外中國人權律師團在互聯網上舉辦紀念活動 親地者及各界人士紛紛發言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在推特上聲援支持 並表示關注709及中國民主 民造主的大規模的撞害中國律師 我們到現在還有的律師還在到處撞害 中國這樣一個市場端正 一人責裁的社會毫無法治可憐 當然連這就做都不要了 709這個事情在中國法治史上 其實非常一個重要的一個時刻 中國法律造罪以及律師權利 受到極大限制的一個標誌性的一個實驗 所以之後法律人士的特別人權律師 就陷入一個比較低調性 2015年7月9日起 中共在多達23個省份 大規模抓捕300多名律師及維權人士 被稱為709大抓捕 至今仍有十多位中國人權律師被羈押服刑 甚至部分人士下落不明 包括對中國強力拆遷啊 毒疫苗啊 但結果就是這些律師呢 說到中共的一些律師打壓 很多律師也不敢接這種案子 中共到現在為止它不但沒有收斂 反而在現本壓力 這就說明中國這個政權呢 是沒有辦法用一般的政府人民去進行改變 只有中國人民只能把這樣的一個政權特地推翻 中國人民才有一點點輸入才有信任 新唐人士電視台記者王彥喬 採訪報導